身心静化 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 您好 我是雪莉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告别自卑孤寂 从此阳光看见 故事的主人公莲子 现在是人们公认的开心果 可是谁曾想到 过去的她是极其自卑的人 在人前说话 低声下气 活得小心翼翼 那么 是什么原因 促使她的心态 性格 有了如此大的改变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我是1998年幸运地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 今年43岁 回首20年的修炼历程 使大法塑造了今天这个全新的我 我母亲是小学教师 工作很忙 父亲是自学成才的医生 到处游走 给别人看病 十天半个月不回家 家中常留下母亲带着我和哥哥 我三岁 哥哥六岁 母亲照看不过来 就把三岁的我送到乡下姥姥家 姥姥一大家子十来口人 也许是环境所致 我从小有什么委屈 从来不敢出声 就怕给姥姥带来麻烦 小小年纪的我就能注意到各个方面 能尽量注意自己的存在 不要给身边的人带来不舒服 做事说话小心翼翼 察眼观色 人们津津乐道的很多事情 我却首先看到或想到的 是她的负面情节 这是典型的缺少自信 因为父亲的职业与性格 对我们母子三人很少关心 问津 父亲回家时 常常看母亲不顺眼 挑三拣四的 打骂母亲一顿后 一走就是半月二十天 见不到人影 记得从那时起 胆小自卑的我 又增加了几分 渴望得到父爱 与得不到的失落 两年后我五岁 能与母亲团聚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父亲与母亲离婚了 哥哥跟着父亲过 那时母亲离开了结婚所在地 回到了姥姥住的乡下 继续当小学教师 也是从那时起 我才有了与母亲在一起的 自己的小家 虽然很清贫 很简单 但是我很满足 我和母亲依然记得 那时我们带着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生活必需品 搬进了那个 只有十平方的家时 我认真又似乎很安慰地 对母亲说 妈 我们有家了 我又很正经地告诉姥姥说 这回我也有家了 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深知母亲带着我 一边工作 一边照顾我不容易 所以从那时起 我对父爱的渴望 与对哥哥的思念 从未向母亲透露过 生怕我的不当言语 给本来就不易的母亲 带来任何伤痛 虽然母亲对我爱护有加 但是 对于记忆中的童年 我发自内心的感觉是 整个童年多是孤独寂寞 记不清自己是否拥有过 本该属于那个年龄 应该具有的天真 与开怀的笑 光阴四溅 一晃十九年过去了 渐渐 我和母亲已经生活得不再艰难 姥姥与老爷相继离世 母亲也退休了 我们也搬到了市里生活 这时 我却得了疾病 奔走于各大医院 而多家大医院于名医 对我的病痛都束手无策 求医无门之下 1998年 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 那是二十年前 我二十三岁 回首二十年的修炼历程 是法轮大法塑造了 今天这个全新的我 我感到无比的幸运 在我开始学练法轮功的 五套功法动作的当天 就出现了大法书 转法轮中师父讲的 关于给真修弟子 清理身体的状态 一会儿要拉 一会儿要吐 忙得母亲 围着我团团转 我当时就明白了 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 我喜极而泣地告诉母亲 妈 我好了 妈 我好了 师父开始管我了 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 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 也开心得不得了 从此 我的身体彻底康复了 从那一刻起 法轮大法一修到底的念头 便扎根于我生命的深处 只要我一息尚存 我便一修到底 也许是当初得法这一念的坚定不移 使得我在二十年的修炼历程中 虽然经历了风雨与坎坷 也有过跌倒爬起 但随师父的正法修炼 一修到底的坚定意志 一直未变 我得到了大法 我觉得自己就是最幸运的生命了 我在修炼反本归真 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 这是多么的幸福 多么的殊胜啊 能够聆听师父的教诲 能够正法修炼 才是最了不起的生命 自小伴随我 并难以克服的自卑感 瞬间消失 是啊 我是宇宙中前所未有的 幸运又幸福的生命 怎么还能被这世间的得失而带动着 迷失在其中呢 我体会到 你高兴与不高兴 你愿意与不愿意 都是人自己的情感得失而发生的心理变化 人们在社会中 正因为这种情绪的带动 才被爱恨情仇带动着 做出各种不理性的事情 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同时 也伤害着自己 却不自知 当我把自己修炼大法的收获和幸福感 分享给我身边的同事 同学与认识的人时 他们无不生起对大法能善化生命的感佩 都发自内心地说 法轮大法真是好啊 有的说 你们师父真了不起 只通过讲法的教化 就能使上亿的大法弟子 在这样严酷的迫害中 依然对修真善忍 不变不动 我深知 使修炼法轮大法 使原本自卑寡言的我 变得开朗乐观 同事同学们 有什么生活中不如意 或解不开的心结时 就打电话或找到我 和我聊一聊 他们常说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 和你说会就都想开朗 有什么解不开的结 和你一谈心 就不再是结了 你真好 我每每会告诉他们 是修炼法轮大法 使我变成现在的我 我原来的性格 跟阳光开朗的心态 是不沾边的 在单位里 同事们比我大的 比我小的 都愿意与我接触 愿意与我多说两句话 有的说我幽默 有的说 一样的话 在我嘴里说出来 他们就高兴听 很多人都说 我是大家的开心果 我们单位两处办公地点 我常在一处 偶尔单位通知有事 会到另一处办点事 每次去那里时 几个办公室里的人 都让我去他们的屋里 多坐一会儿 每次离开时 都说希望我平时 能多去几趟 每次他们和我在一起 聊得正兴起时 就会嬉笑着抱怨说 都怪你 一来就逗得我们 笑个不停 眼角的面膜都白做了 又出皱纹了 大家边说 便笑得停不下来 单位几个 与我年龄相仿的姐妹 一见到我 就会不由自主地说 你咋总那么年轻呢 这二十年来 就没见过你脸上的皱纹 快说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会笑着说 我修法轮大法 你忘了吗 他们就会说 哦 对了 对了 我怎么忘了 你是修大法修的呢 哎 修大法多好啊 没有能难住你的烦心事 没有能动了你的心的气人事 光说你不老 你这么好的心态 你说 你能老吗 这么多年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 认识我的人 不用再去多讲什么 他们自然就能分辨真伪了 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从你身上我就知道 法轮大法就是好 他们还经常说 你善良 真诚 坦荡 阳光 待人处事 处处为别人着想 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 吃苦吃亏的事 抢着做 好处都留给别人 从没看你计较过什么 在现如今 这个利益为上的社会 真是太少见了 他们还说 在中共的宣传中 哪一句能是真的 哪一句是为老百姓好的 不都是为维护他们那点 权势搞的各种造假宣传吗 修炼法轮大法真好 法轮大法让我告别了自卑孤寂 从此阳光开朗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写地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